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结婚的事情闹得轰轰烈烈之后 潘月明就沉寂了几年 在出现在荧幕中时 他已经成为了白夜追凶里的大叔 其实许多年轻观众都不知道 潘月明年轻时也是高颜值男星 他的五官可以说是360度无丝角 从眼睛到鼻子再到嘴巴 脸心没有一点瑕疵 相比同年代的硬汉型男星 潘月明气质和长相都比较独特 他的长相偏向秀气柔和 气质也相当的儒雅 所以当年他饰演的许仙 让不少观众都印象深刻 这些年 潘月明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 人气高居不下 单颜值却再也回不去了 机场生徒中的潘月明脸不浮肿 黑眼圈 眼带 皱纹齐齐上阵 头直接比小时候大了一圈 明明年轻时是男有小生的类型 可现在影视剧中的潘月明 俨然成了一副油腻打输的模样 前段时间 潘月明在网上晒出了一组自己少年时期的照片 配文写道 那伙儿不是瘦 北京话叫财 照片中的潘月明看下去顶多15-16岁的样子 顶着一个骨盖头 长得美清目秀 下巴的线条清晰可见 身材十分匀称 小小年纪就已经展露星象 镜头中的她身穿白色打底衣 搭配甜蓝色衬衣外套 白皙的皮肤让人眼前一亮 旗下身着一件深蓝色的牛仔裤 脚踩黑色泡鞋 整套穿搭下来显得阳光又帅气 一双大长腿也是颇为吸睛 按照当时潘月明十几岁的年纪来算 这张照片应当拍摄于八十年代初期 不过她的穿着打扮看起来却是极为时髦 即使是放在现在也丝毫不过时 可见她的家底还是十分英识的 从小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中 让她天生有着鬼公子哥的气质 对于自所赛的少年照 潘月明用柴这个字形容那时候的自己 并且还强调这是北京话里的意思 然而在北京话中用柴来形容一个人 无疑是在表明这个人身材瘦弱 完全就是一个皮包骨的样子 不得不说用这个字来形容自己 显然很不客观 毕竟这张少年照来说 那时候的潘月明可是嫩得能够掐出水来的 在把潘月明年轻时的照片和现在的照片进行对比 确实变化巨大 发幅到脸和头直接大了一圈 简直就是两个人 难怪有不少不熟悉潘月明的网友 认为当年的水仙和现在的白月追凶的男主角是两个人 只要是不了解潘月明的人 还真是认不出来啊 第二位沈腾 沈腾多次在综艺节目中称自己是军艺校草 与洋洋难分伯仲 沈腾作为一个喜剧演员 常常为了呈现出更好的艺术而不顾形象 偶像包袱也成为拾起过 在各大综艺中 沈腾更是释放天性 毫不在乎形象 以至于观众很难将沈腾与校草这个头衔联系在一起 直到大家看到沈腾的旧照 才发现沈腾真的曾经是军艺校草 18岁的沈腾浓眉大眼 五官俊秀硬朗 棱角分明 肤色也白 符合绝大部分女生的择偶标准 即使是没有美颜 没有滤镜 也难掩帅气 当年沈腾和何老师的合影 真的是帅得人生共分 不知道还有一是何老师 和哪个年轻小爱豆的合影呢 谁能想到这是沈叔叔呢 他年少时的长相 无论是放到过去还是现在 必然可以吸收一大勃颜值粉 女友粉 可他却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喜剧这条路 而不是利用外形这条捷径来获取名和礼 不愿做花瓶的他到了中年才大红大紫 幸好大家并没有错过这个宝藏大叔 现在的沈腾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几乎每年的春晚都能见到他 综艺小视频点击量转载量非常之高 可见他是一个长在笑点上的男人 在他还没有真正走红的时候 大家只知道小评里的好见 加上那一句经典台词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无邪 让沈腾一夜爆红 之后的夏洛特烦恼 让他的人气登上了巅峰 而现在的沈腾长下也是邪心的标配 他的脸形变得又大又圆 夏合线直接塌方 连鼻梁也塌方了不少 看起来完全没有年轻时高挺了 整个人就是气质大便 在搞笑和演技方面 沈腾确实是有实力的 无论是大屏幕还是小舞台 观众对于他的评价都很高 更有甚至大家评价他为周星驰的接班人 毕竟高笑瀑布不是白叫的 但不得不说沈叔叔这颜值爆叠的程度 实在是让人感觉可惜啊 第三位沙翼 沙翼可以说是人到中年 开始发福长胖 沙翼的形象也逐渐暴露 沙翼是一个十分有梗的人 加上东北人自带的搞笑氛围 日常普通的一句话 进他嘴里 一说就能变得莫名的搞笑 这样他在综艺里意义生辉 在试验上升的阶段 沙翼还带着七儿一起上综艺 收获了观众的喜爱 说起来 沈腾和沙翼真的有种同呼吸 共命运的感觉 这两人年轻时都是军医笑草 如今人到中年却成了搞笑男 在一档综艺节目中 沙翼对沈腾说 这也是军医笑草 台下徐生一片 生肖过后更多的是感慨 看过武林外传的人就知道 沙翼不是瞎说 当年的他可以称得上是奶油小生 眉清木秀 穿上军装更是迷倒一片女孩 年轻时的沙翼确实很帅 古爪往身上一穿 活脱脱就是古风帅哥 银气十足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 沙翼也走上了中年发福的命运 年轻时玉树临风的古风帅哥 直接变成了糟大叔 脸盘子大了一圈 满脸的胡茶顿时充满了沧桑感 不仅发福严重 沙翼还早早就涂了头 在综艺中他的头顶头发稀稀拉拉的 大片的头皮暴露在外面 发际线也岌岌可危 简直可以用惨烈来形容 回想年轻时沙翼俊秀帅气 也扮演不少帅哥角色 如今却发福油腻 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啊 看过了40岁的内地男神 下面再来看一下同年龄的港圈男神 第一吴卓曦 吴卓曦算是比较著名的港圈男神 他1998年参加了TVB第77跳舞议员训练班 后来顺利出道 在冲向云霄中 吴卓曦饰演了唐一峰 他制服一穿 潇洒又帅气 吴卓曦身上既有属于少年的活力 又有属于男人的荷尔蒙 这两种气质巧妙的结合 让吴卓曦极具有吸引力 如今吴卓曦已经42岁了 却完全和年轻时没有什么变化 四月像是在他脸上按下了暂停键 不知脸蛋没有什么变化 吴卓曦的身材也保持得很好 他的生活相当的自律 坚持锻炼 丝毫没有发福的迹象 难怪网友评论吴卓曦的颜值 简直就是男神动灵界的甜花板 第二位谢霆锋 说起港圈男神 怎么能不提谢霆锋呢 家世优渥的谢霆锋 一出道就惊艳了不少人 年轻时的谢霆锋无关完全没有死角 笔篮高挺下河线明显 完全继承了父母的高颜值 即使有欲镜头抖画质差的情况 也挡不住他的水灵镜 以及流畅的肌肉线条透出的荷尔蒙气息 用眉目四星公子如鱼 来形容谢霆锋 大抵就是如此了吧 桃花眼嘴角略下钩 明明是坏坏的样子 却有点贵公子 悬然欲气的感觉 谢霆锋的帅可以说是引领了一个时代 不论是歌曲还是发型 都影响和陪伴的一代人 谢霆锋的五官和脸型 可以说是亚洲人中完美脸型 天亭饱满 棱角分明 均是最完美的甲字脸 现在都四十几了 谢霆锋的颜值还是那么的扛大 主要原因就是以他的骨相扛老 不怕岁月的侵蚀 不止五官无死角 谢霆锋身上的气质也相当的吸引人 年轻时的谢霆锋身上有种脾帅的气质 是那种有着极强吸引力的坏男孩 如今谢霆锋已经42岁了 气质从坏男孩变成了成熟男人 脸蛋却完全没有变化 连脸上的棱角都和年轻时一模一样 真的是动灵天花瓣 虽然说这些年 谢霆锋成了一个爱研究美食的厨子 但他的体型却没有任何的变化 在短视频平台 他经常去探店吃美食 但每次都是潜尝折脂 可见其相当的自律 同样是40岁的年龄 对比港圈男神和内地男神的状态 差距就十分的明显 内地男神难堂发福油腻的命运 而港圈男神却相当的自律 脸蛋和身材都没有什么变化 也难怪这些年 内地的中原男神老是被吐槽 在自律方面 内地男神的确比不上港圈男神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在朋友区告诉我你还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再会